好 但我们持续观察 人民币后续的变化 可不过没有 说实在话 将我们以长期的角度 做观察化 人民币的波动 它或许只是一个短期限下 这个短期 当然可能不止一两天 可能两周三周 甚至两三个月 可是它毕竟会过 因为扁了会再生 生了会再扁 这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循环 可是这件事情 其实冲击就大了 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中东的紧张关系 再度升温 沙奴地阿博跟伊朗 在这个周末宣布断交 这麻烦 一个是什叶派 跟逊尼派的冲突 一个是波斯帝国 跟阿博民族的冲突 这个千年的仇恨 跟对于回教内部的矛盾 到底影响会多深远 它就不是两三个月问题 因为它后面 包括了油价 包括了阿博的团结 包括OPEC 未来 这产生都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看今天各大报 包括亚洲华尔街日报 都是用非常显著的标题 都提到的 就是沙奴地阿博跟伊朗 正式宣布断交 观众 到底为什么要断交 我们等一下来结束 先看一下油价 因为阿博跟伊朗断交之后 其实理论上 对油价是利空 为什么 因为减产更不可能 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波士人很凶 阿博人更凶 那两个很凶的人在一起 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 平常没事 可是会为了什么事情 擦出这个武力的冲突 我们知道伊朗有俄罗斯撑腰 沙奴地阿博由美国撑腰 假如在阿博实验 打一个代理人大战的话 这可能是世界级的大战 所以今天我们从整个国界油价 一宣布断交 整个油价出现大幅的反弹 那这个导火线 外民哥先帮我们解读 就是因为关键的一个 沙奴地阿博的一个 领袖级的传教人士 被砍头了 也有可能是被枪决了 现在到底怎么死的 并不知道 这个人叫做尼姆尔 五七岁 他在沙奴地阿博境内 是一个什叶派的 著名的传教人员 那我们当然知道 沙奴地阿博是逊尼派 所以杀了一个 什叶派的领袖之后 引发全世界什叶派 回教徒的巨大反弹 那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观察 会引爆两国的断交风暴 你怎么做掌握 这个沙奴地阿博 在这个前几 在过年之前 一口气处决了47个人 对 其中有五个是什叶派 那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这个国家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杀人如马 杀人如马 一个女人如果通奸的话 就是抓到街上去砍头的 现在全世界没有这种 没有国家 除了伊斯兰共和国以外 对 这个沙奴地阿拉伯 是砍头砍最多的地方 那杀这个人是很特别 这个人年轻的时候 对不对 就到伊朗去学习宗教 所以他跟伊朗关系很深 因为他归属的是这个 实业教派 观众可以上画面看得到 这位领袖 他的年纪跟我们院教授 一样大 对 然后回到沙奴地阿拉伯以后 他就去宣扬这个 实业教派的理念 一直被沙奴地阿拉伯这个王室 视为眼中钉 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国际油价大跌 就像世光讲的 这个其实不是单纯的断交 断交不会造成油价大跌 很可能会开战 这个开战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从去年 这个沙奴地阿拉伯介入 这个野门的内战 其实之间就有逊尼派 跟这个什叶派之间的教派冲突 那这个过程中 其实伊朗一直给这个所谓的 叶门的这个武装 武装给了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支持 比如顾问 而且成果斐然 这个有些统计 这个伊朗送过去的飞弹 已经炸死上千名的这个 沙奴地阿拉伯的这个士兵 包括沙奴地阿拉伯在南叶门的 这个司令官 都被炸掉 都炸死了 那空军总司令也被炸死了 所以阿拉伯 沙奴地阿拉伯在那边 叶门没有空军 只有沙奴地阿拉伯有空军 而且沙奴地阿拉伯的空军司令 是不开飞机的 就沙奴地阿拉伯的空军总司令 竟然被一个没有空军的国家给炸死 这是世界很难以想象的故事 你怎么想 一个空军总司令 竟然被一个没有空军的国家人给炸死 到底怎么炸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除了教派冲突以外 其实教派冲突不至于会影响到 伊朗跟阿拉伯 沙奴地阿拉伯之间 必然交恶的这种情况 像这个1979年 这个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之前 那个巴勒韦王朝 跟这个沙奴地阿拉伯 这个伊本家族 或者沙奴地阿拉伯 其实关系很好 因为为什么 大家都实施专制王权 都抱在一起可以抱团 但是这个1979年 这个伊斯兰革命以后 对不对 这伊朗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了 这个东西就直接威胁到 这个沙奴地阿拉伯王室的这个安全感 合法性 这就像是18世纪末 法国大革命以后 所有欧洲王室 包括英国的王室都很紧张 对 担心法国大革命 这个自由平等博外的这个民主火花 会蔓延到其他欧洲国家 所以欧洲国家就组织了 这个反法联军道理一样 沙奥地阿拉伯也是这个情况 那这次这个什叶派这个领袖 尼米尔 他还很特别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这个沙奥地阿拉伯是个迅尼派的国家 但是他的东部省 靠近这个一带 对 这个卡蒂夫 对 这个地方叫做哈斯马 这个地方 都是什叶派教徒的聚集地 是 包括巴林也在这个地方 对 巴林主要的人口 虽然就四十几万人 大部分百分九十人口 都是这个什叶派 是 都是什叶派的这个教徒 对 那很很特别的 这个地方呢 刚好就是沙奥地阿拉伯的产油区 最重要油田 对 那这尼米尔回到沙奥地阿拉伯以后 刚开始只是反阿拉伯王室 但是这几年他的言论 有点宣扬这个沙奥地阿拉伯 这个所谓东部省的独立 就是摆明了 就是跟沙奥地阿拉伯里面 搞分离运动 对 那这个 所以沙奥地阿拉伯其实在两年前 就判这个尼米尔死刑了 只是一直没有执行 执行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执行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是 沙奥地阿拉伯的父王厨 就是现在沙奥地阿拉伯的父王厨 就是现在沙奥地阿拉伯的儿子 穆罕默德兵沙奥曼 也是现在沙奥地阿拉伯的国防部长 之前当过外交部长 也当过经济部长 其实明显的 现在沙奥曼国王 就是希望把将来的王位传给他 但是因为不服人望 所以他为什么希望 他长得很帅 帅没有用 沙奥地阿拉伯每一个王子 其实都很帅 他的文型蛮帅的 你只要吃得好 住得好 那自然就会长得很帅 这没什么了不起 所以为什么他上来以后 对于我们一直采取 强硬的军事手段 这个德国的 我记得是《明信周刊》 曾经讲过 这个人现在是中东最危险的人物 为什么 他为了巩固他的权位 还有当继承的顺位 他可能会采取很多激烈的动作 要借此立威 因为他的爸爸把他的叔叔 从王族位置拉下来 把他升为父王族以后 沙奥地王室内部 很多人对他不服 他只有透过对外部展现 他的实力跟权力 来巩固内部的领导地位 可是他很惨 各位朋友我们这边有一张图 九国联军去打一个武装 还是二战等级的夜门 打得灰头土脸 每两个月就要掉架F-16 其实夜门没有防空武装 基本上光是以掉飞机的速度 阿博国家都垮掉 这是什么样多来 沙奥地阿博有非常强大的美式装备 可是竟然打不过 夜门这个小米加步枪 大家注意一个事情 这难看 去年7月 伊朗和协定签订以后 沙奥地阿博心里就很不平衡 那他觉得美国 美国已经放弃了沙奥地阿博 现在他跟伊朗叫板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对于伊朗 介入沙奥地南部夜门的战事 的一种反弹 另外一种 他借这个方式 要美国表态 为什么你知道 这个时候如果他跟沙奥地阿博 跟伊朗产生这个直接的 军事冲突的时候 就要逼美国选边了 所以有某个角度来讲 他是可能会希望 拉美国下水 重新的巩固他跟美国 直接的关系 又老师这个照顾定外名讲的 就是跑了金山胖 转世投胎到沙奥地阿博 来个疯子 到底我们怎么解读 因为毕竟两个大国 进行断交 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对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稍微讲一下 所谓的逊尼派跟逊业派之间的差别 就是这个穆罕默德 先知死了以后 这个活动国叫哈里发 哈里发是传给他的这个岳父 还是传给他的女婿 传给岳父的人就是逊尼派 在全世界90% 传给女婿的时候 就是叫做逊业派 大概是10% 其中逊业派集中在伊朗 伊拉克 巴基斯坦跟印度 那么这个大家要分清楚这个观念 就是说他们原来是一家人 就让我突然想起来 好像我从小读风声演义一样 太乙真人的徒弟是三太子 在台湾有人姓三太子 有人姓太乙真人 但是基本上不冲突 所以说因为不冲突 长期来不冲突 千年来不冲突 所以说才会出现 沙烏地阿拉伯 虽然90%是逊尼派教徒 但是在东部省份 有10%的人 是什叶派的教徒 这个什叶派的教徒 他们很有种 为什么有种呢 他们不听美国的 他们这个老大是伊朗 伊朗的话跟美国翻点 一翻30多年来 大家熬过来了 最近有一点解决 那么伊朗的话 这是成了整个中东地区的英雄国家 所以那个沙烏地阿拉伯 完全听美国的 所以长期来讲 就是以那种军权神兽的思想 在那边维持这个区域的利益 那么现在问题就发生在 原来东部省份的地区的人 是什叶派的教徒 但是偏偏用那个地方的产游 所以这个令我们什么也不用讲 也不用讲可兰金 只要讲我们独立就好 只要讲这一件事情 沙烏地阿拉伯就受不了了 因为它基本上就没有来源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一次发生是 它在虽然在1月1号 我们的1月1号 但是沙烏地阿拉伯干了两件事 送给全世界两个很奇怪的礼物 一个是停止对于 叶门的和平谈判 重新开始用兵 而且非常残忍 直接对平民攻击 又打不赢 也没办法 然后另外的话 居然把这个实业派的一个教长 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杀掉了 杀掉以后一公布 一公布以后不得了 所有的 从这个 从这个黎巴嫩地区 所有实业派教徒 全部走上街头 这件事情很特别 为什么 因为你平常具有威信 是一个代表实业派的国家 负责朝圣的地点 别忘了 实业派教徒也要到麦加去朝圣 逊尼派是负责 扎那个什么楼台 让大家来朝圣 所以他基本上是 回教的共主 现在突然一下 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么在解读上来讲 我希望就是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 除了在宗教的冲突以外 军事上的冲突 势必难以避免 因为伊朗本身 他打不过沙特阿勒 目前为止 伊朗 我不晓得伊朗能不能打得过沙特阿勒 但是沙特阿勒 武器装备看来是 武器装备是打不赢 但是沙特阿勒 那些武器好像打不赢 叶门 叶门基本上 那个胡塞部队 基本上是一个叛军 而且基本上是一个 沙特阿勒 已经宣布非法的总统 带回去 领了一些实业派的信徒 占了就是叶门的那个首都 占得牢牢的 然后沙特阿勒 就是主动停下来 停下来谈判 谈判谈不成 又继续打 打了好几次 拖得民窮财境 然后甚至于前一阵子讲说 这一次有整个 阿勒国家的大联盟 一公布以后 马来西亚马上打脸 说我们没有跟你联盟 就是说一个领袖的国家 出现这么丢脸的事情 那另外的话 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冲突 因为经济上冲突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记得万民以前提到过 整个世界产油的地区 大概就是俄国的 从高加索三连着伊朗 其实主要产油的 是在这一带 所以说如果说是 俄国 伊拉克 伊朗 这三国联手 这个油价的话 之间的稳定 会搞不好产生新的欧海 我们现在讲 因为伊拉克基本上 现在也没有国界的概念 伊拉克去叙利亚 伊拉克去北边土耳其 伊拉克去伊朗 其实已经没有国界的概念 那个哨战都是 基本上是假的 哨战里面有哨兵 因为战个哨兵 就是ISIS的目标 所以也没哨兵 只有一个哨战 那个哨战就是让 也不要通路客 两国交流一个方向 所以基本上 伊拉克 伊朗 俄罗斯 只要再配合 沙利阿博 东部 那个少数省份的企业图 那不就统一了 所有传统的石油产区的 百分之六 七十 七 八十 加上现在美国的态度 是国际上的冲突 美国态度非常重要 而且沙利阿博 心里非常明白 我们也知道 美国非常聪明 美国才不会卷入 这场纠纷的 美国前一阵子 说服了沙利阿博 接受叙利亚的谈判 让伊朗的那个哈梅尼亚 什么的 反正这个都叫什么尼的 伊朗的教长 什么 坐在那边 对 本来沙利阿博是拒绝的 而且说是 阿萨德一定要滚蛋 他才愿意谈判 现在是两个他都让步 让步的同时 就把这个教长给杀掉了 对 所以呢 然后另外美国跟伊朗的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上礼拜的时候 伊朗人绑架美国大使馆 444天 结果达成赔偿协议 赔多少钱 每一个人赔444万美金 一天一万美金 可比威安妇强多了 威安妇才赔多少 我算了一下 威安妇大概就是25万 大概就是20万美金 对 伊朗那时候绑架美国人事件 444万美金 伊朗赔美国人 伊朗用了一种方法 就是拿出原来的钱什么的 就是每一个人是444万美金 那时候不是个电影吗 就是美国拍的是救 把人质救出来 对 现在这人质 看这个赔偿完都后悔 早知道我都 早知道就待一千天 待一千天我就发了嘛 对 谁来救我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老美这个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 一看 对不对 真的拿了出钱 赔444万美金 真的很吓人 非常吓人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如我 所以沙尔大国一下子 如果想到的话就干脆 就是跟你拼了 让美国表态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美国基本上 不会在这件事情表态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伊朗整个态势 在整个中东地区 几乎是胜利在望 对 为什么 你可以想到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说伊朗从头到尾 一直是有自己的路线 有自己的民主的改选 有自己强调人权的问题 对 然后对于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上街抗议 在沙尔大国这些 不可能 通通都不许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民主价值 其实是应该 沙尔大国被推翻 如果你不看 那个宣传性的新闻报道的话 那么伊朗好像比较接近 民主价值 那沙尔大国的话 又是砍头 又是打屁股 又是全部蒙起来 不准开车 不准投票 女性 这一切的想法 根本真的是走在那里 有没有可能带争 因为毕竟伊朗后面 一个是跟中国是 长期是友邦 也有俄罗斯的撑腰 可是沙尔大国过去的 背后老大是美国 这两个变化 是不是稍微要不要糖吃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 美沙关系最近有点疏离 那相反的是 恶意关系跟中意关系 越来紧密 本来是不平衡的 一下拉成平衡 最怕就是平衡之间的摩擦 我现在强调 因为上一次问过 说是谈到说 中国伊朗跟俄国之间 会不会形成一种反美联盟 对 的这个观念 在这个区域上 不管是能源上 或是战略上 还有政治经济上来讲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件事情 就是今天这个 这个沙尔大国杀掉 这个什叶派教长 如果不发生 这种联盟 结盟的事情 它发生可能性不大 像这种情况 就很像是土耳其 莫名其妙 把俄国的飞机打掉以后 让普丁一下子 装得很生气的样子 批了巴拉 什么S400 又是什么莫斯科号 什么全部弄到那边去了 让美国弄了 没有办法失利 那么现在在 这个伊朗的情况下 也是一样 伊朗的那个教长 最高的这个宗教里头 叫哈梅尼 这个哈梅尼 他讲说别人是圣战 他叫圣报复 就是圣报复 神圣的报复 这件事情 所以说圣报复一来以后 他出兵有理由 各方面士气很旺 所以会导致世界 新的一波在中东地 这波士会会变成 这个什叶派的内海 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非常有可能 对 你这样子打下去的话 这个俊尼派会变成IS 是 然后沙尔地亚马会消失 消失 好 我们持续观察 非常感受